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 参与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论 这也是 这时候马林这种自身的潜力越大 我认为马林还是非常有希望 老姐可能还是认为 从实力上来讲 从目前的情况 可能延安的出现的可能性大一点 是吗 从这种以往战绩来讲 延安可能是从今天这种感觉来讲 我感觉马林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而且马林越到这种关键时候 可能给人的压力越大 能拧拉起来这样直拍难度就非常大 我认为还是相对比较刻 但是每次可能打都会感觉很别扭 脑子累吧 对对对 在已经拿到手的胜利 2比0领先的情况下 刘国梁教练对他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我看 对因为 嗯 过来 走 主要的 争夺还是在前谈马 好球 对 能够打成 马林啊 从打起来这个相持的角度 延安的球应该不是那么别扭 最起码延安他的反手 还没有那么被动在相持当中 昨天第一局好像就是 马林4比8落后 也是这样 你觉得你到了那个时候 会用一种事吗 昨天马林数量上比赛 但他场上这种精神还值得我 之所以能够打到现在 我认为他的这种精神 跟他在场上这种玩命要求的这种精神 这个年龄你的难度肯定会比他小很多 因为你这个横拍 而且呢在这个 不管是男队女队的 对 打法肯定有一定关系 但是运动成绩也会有一定关系 因为你如果一直能够 一直赢得比赛的话 你这种自信心跟你人的这种气 就会比较粗 没错 那么第一局是延安11比6 看来我想 这个延安的球还是威胁比较大的 他场上发动很快 对 如果马林 我认为能够跟延安咬住的话 我想机会还是比较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个接发球抢了 全给你破了 全部打乱了 纸板最怕这种 发球给马林 威胁还是比较大 因为他的这种两条线的长球 发的是比较快 好球 太高深了 这样 就是说他可以放慢节奏 但是呢 争取争取再争取 就比较了解 延安就不是属于那种打球像个木头似的 比如说在场上比较木讷 然后适应啊 对对方的变化跟不上的那种运动 能力还是比较强 慢 脑子跟不上 或者技术跟不上的时候 昨天我认为他拼的还是非常凶的 那么第四天的比赛呢 就是在前三天 今天打的是马林 陈启言 第一场也是很关键的一场比赛 如果他到马林这个组的话 相对机会会大一些 这个生命一样 人都有老的那一天 那么这个拼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的这种节奏 也是希望他能够 你喊一喊叫一叫 这样也能够激发我的这种潜能 那么前两局的比赛 现在延安呢是2比0领先 如果延安能够 赢一下这场的话 再战胜晨起就将在 延安还是非常 具有天赋的一名运动员 如果从 达赛决赛 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 那么轻松 愉悦 非常舒畅的一种心情 特别大 马上上菜场了 但是没办法 前确实在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连话都不想说 是 对 我认为马林还是应该 嗯 哎呦漂亮 纸板怕什么 怕有节奏的那种反手特强大的 那种 除非你把它正手能够慢 可以转 可以冲 可以掉 他就对不上节奏 还是可以打通的 现在马林在第三局 7比1领先 或者是减少三分之二 但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走进场地 你还是会害怕 对 有的时候不太敢给 不敢 真有希望 从球路上 马林已经找出了一些感觉 我从前前两局赢得比较轻松 所以马林是个运动员 这样11比6 马林就翻回了一局 现在拿下了第三局 双方就打成了2比1 纪柯你觉得 就是延安接下来的比赛 他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打 是不是要就是说 他需要全面的跟马龙 对 所以刘良老说 就是延安打得不干净这个球 不利索 不是说一拼到底 或一冲到底 对 这也是年轻人员 什么要经历的过程 一上来因为没有什么想法 可能打得比出现变化 嗯 我们来看第四局 我认为的 其实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我想现在延安还是需要您的正手 然后能够就打通打透 马林全都没有 对 没什么希望 打得太快 前面 我认为是 转转失误比较多 这个球我觉得 原来是给你还容易丢 有的时候会越出手越虚 他自己的自己心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是 哪一向 卡 可不仅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直接看那个打击 去找他 慢慢重 去吧 找他 我正是 你迷不出来 你迷不出来 你觉得就是延安和马林打到现在了 第四局8比7 那接下来您认为 好我们接着来看7比8 马林摆短 基本横了 力量需要多一些正面击球加摩擦 对7比6弱得差一些 因为之前马林也是膝盖有伤 很长时间没有系统训练 很长时间没有系统比赛 如果有的时候确实腿上的那种力量不如一枪 好的 11比9 这样延安的正手一个反拉成功 3比1战胜